在台南的富山蝦蛆窺 有保育資工發現到今年 蝦蛆窺近看的海鮮蝠 白灌的比英國還比較少 傳告表示 說富山蝦蛆是海溫 冷海水原地不太容易流入 而且今年的太平父的海溫 比較遠 所以可以看到日本人溫度下降 看瘦蛆它會自己生回來 天氣很寒渣 海邊看著哪寒 不過在水地的形態率是沒有六關 大南關三關灣 富山河肥窟 博有幾天發現說 本地站在舊頭頂端 看海底的酸鵝應該是黑色的 不過現在看到的算是白色的 倉如水地發現說 從海平到外海八百公圖的範圍 水地五公圖就能看到酸鵝頂端 都開始出現白髮的現象 合計2500平方公分的窟口 就有70%的酸鵝白髮 南的酸鵝的素量會越來越少 你剩下70% 但是你明年再一次白髮 就是百分之70 然後又回來50% 所以它的掛掉成分是一年減少 一年減少這樣 鄭月娥說 今年全人以來 因為一回踏入水地觀察生態 海主的運動都超過30度 人們漏洞不掉 還比較便宜對環境很敏感的酸鵝 專家表示 今年世太平洋 海主的運動平均都有比較高 酸鵝白髮在全球國地 都適合在發生 而且富山讓魚哭噬海灣 較冷的海水要進來是更好 鵝鵝更比較白髮 而且都是沒有採溫來擾洞有沒有 那就造成 就是山路的 成長的 虛擬的水溫沒辦法下降 它一定要到 稍微28度以下才會好 29度就適應不了 30度大概就白髮給你看 第一次想說 現在只能夠擁有漫渣人的時候 海主的運動降機 讓鵝鵝可以組人回合 台東管副表示 會跟台東戶魚會合作 持續鑑車附載給魚鵝鵝鵝鵝的生態 記者從哈佛的